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在谈笑间彰显智慧 从生活中汲取快乐 展现中国语言的力量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欢迎我身边的小伙伴们 欢迎刘昭 孙超 欢迎梁远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会用喜剧的方式 打开怎样的话题呢 今天咱们聊一整个话题 聊这话题叫同行 你看一说同行 他们仨就乐了 为什么呢 我不乐 我看你乐出来了 对 这个一说同行 你看为什么他们仨乐呢 同行是冤家 他们仨都是我冤家 别老看那头 看那头 开玩笑 这个同行是冤这话 其实更多表现是一种 良性的竞争关系 但是这个呢 我们有时也可以加以利用 比如说您去买东西去 对这个商品不太了解 您就可以利用 这同行之间的竞争关系 对他进行全方面的聊 比如买房子 这大事 这房子你说一般人谁懂啊 哪个好哪个不好 不明白 你就去售楼处 到那坐着 我要看你这房子 他肯定给你讲 这儿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没关系 您别信 出门奔对面售楼处 到那里跟他说 我刚打对面那售楼处来的 我上你们这儿再看看 你看这边绝对热情 橙汁啊 什么小视频 都给你摆上了 然后他就告诉你了 那边这房不能买 那边这房朝向不好 离地铁还特别远 您看我们这边怎么好怎么好 没事 听明白了二本头唐 您再回去 到那边那时候 我刚又去那边了 你看这边比那边还热情 咖啡 牛奶都给您搁上 跟您讲那边您更不能买 那边这装修质量不行 那房子有问题 这下你两边都了解清楚了 这边是朝向不好 离地铁远 那边是这房子 装修质量不行 这样以后再有人问您 这房子您怎么不买啊 你就跟他说 你看那边这房子 装修质量有问题 这边这个朝向不好 离地铁远 就再也不用说 我没有钱 这个最扎心的答案了 我心里 你上来骗果汁去了呢 我的天 多损 真有创意 我发现你啊 利用同行之间 这种竞争关系啊 但是同行这俩字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 叫同行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请到 这位嘉宾特别有意思 首先是我们的同行 也是干主持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与他一路同行的 他的太太 也是他的同行 那么就有请 我们今天的嘉宾 著名主持人 百克利有请 好 好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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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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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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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婆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同行同行嘛 对 各位好 我是百克利 今天非常高兴啊 能够受到天津卫视的邀请 在一个邀请全国最优秀同行的 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 请到了我 百克利 那我呢 刚才也说了要介绍一下太太 那我的太太呢 也是我的同行 张扬果儿 我为什么说 太太的掌声比你热烈 为什么太太一出来就鼓掌呢 因为确实很多人是先认识我太太 嗯 再认识她老公的 哦 那就是这么个逻辑 就对你没兴趣了 对对对对 那谢谢大家了啊 太太休息了 我先撤了一下 好好好 这太客气了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开玩笑 确实是这样 因为我当年在追她的时候啊 确实我也是她的小迷弟啊 确实是见第一面 就认定要结婚了哦 但是后来有些事 您单方认定吗 我单方认定啊 因为当时啊 他已经是安徽卫视一姐了 就是啊 全国有名 而我呢 还是主持界的一名小学生 嗯 你们向人的话啊 一名小学生 我们也不是谁都敢说这句 那我呢 当年就坐着高铁啊 去合肥追她 嗯 然后呢 我就给她打一电话 我说你们家的路怎么走啊 怎么能够开过去 说那你这样吧 你把电话给那个司机 然后司机就听 听了半天 把电话给我了 然后那个司机呢 就沉默良久 嗯 他说 几个电话里的这个声音 怎么那么像我们电视台的这个鼓啊 我说 哎呀 你说的是你们的鼓儿 哎呀我当时我说 嗯 这么红吗 嗯 这出租车司机听一耳 多久能听出来是鼓儿 嗯 但我还没太好意思说就是他 我说哎呀 我好像听过啊 你们这个台里有一个鼓儿 嗯 叫什么 张张什么鼓儿 哦 他说正阳鼓儿 嗯 哎呀我说对对对 就叫正阳鼓儿 然后我想侧面打听一下 这个人怎么样对不对 嗯 我说哎这个人怎么样啊 在你们这口碑怎么样 嗯 他说哎 鼓儿 已经嫁给有钱人了 哦 你应该当时问了他 您怎么知道的 他是有钱人 我当时我也怀疑过 嗯 我说这个有钱人到底是谁 嗯 不会就是我吧 我说这事都还没定呢 怎么就宣传出去了 那也我也没钱啊对不对 这肯定不是你 你们可能体会不到啊 嗯 就是那个味到了一定境界啊 就会被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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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老师也会有很多人被误解吧 我站着这个 他前面说了半天啊都在铺垫 就是我当时怎么看上的啊 嗯 对吧 这个这个后来出租司机 又怎么给我个小打击 对于核心没说 你看比如说我一说这个 他太太也是他同行 如果他跟他太太携手出来 说明一个问题 怎么了呢 他味大 他太太跟着他来的 哎 如果你看我这介绍完 他们两个人是同行 他自己也是出来的 说明你太太比你味大 我们一般是这么看的 嗯 当时呢制片人非常热情地 邀请我们二位 我们说天津卫视 咱们一定得去 嗯 但是一看这预算 嗯 我来了 你看看 那为什么果儿没来啊 刚开玩笑 不是预算的问题 嗯 不给钱咱都来 没话 哎呦 这句比那句还假 我来听你说 哎 您说什么 在你今天 也就是2021年的1月20号 哦 百科丽先生和张杨果儿小姐 喜提他们的二公子 哦 又来了第二个孩子 哎呦 哎呦 百科丽老师没想到 这个二胎这个事是 节目组告诉他 哎 这个 我刚知道这个消息 别太高兴啊 是不是 你看啊 最近刚刚知道自己有孩子 人挺多 喜当爹了 刚说开玩笑啊 是通过我们这知道 这个起名字了吗 起了 起了 叫芒果 老大叫什么呀 巧克力 老大叫巧克力 对 你叫百科丽 我叫百科丽 那这老二应该叫亚克力 老二叫芒果 这明显跟你俩不是一套的 这个 怎么不是一套 张杨果儿不带个果嘛 哦 这么来的 再加上这次怀孕啊 嗯 因为有经验了 非常忙 没停过 嗯 所以产前几天还在忙 所以就叫芒果 哦 好吧 这个聊回正题啊 我听说这个百科丽昨天来天津 还特地去听了一场我们天津的像 哎呦 你怎么知道 我听他们有内线跟我汇报了 所以确实很多年没有正经听过像 嗯 来咱们天津取一只相 一定要听一场像 但是这个体验独特在哪呢 嗯 就是我旁边坐那大哥啊 哎呦 大哥 这么大啊 嗯 手放肚子上 哦 每句话都笑 嗯 我也说这这我这他在笑什么呢 嗯嗯嗯 为什么每句话都能笑出来呢 嗯 那是粗 哎 哎 也不是 所以我觉得咱们天津啊 听像人的氛围特别好 嗯 我呢 因为在南方待久了嗯 可能有些啊 感觉不到 所以今天啊 我是确实要向几位老师好好学一下 好的好的 这儿 你们谁上来 咱说一段好不好 啊 我们俩先来吧 先来一个 我们俩先来吧 行 好了 好了 那咱下去搅和他们仨 哎 好嘞好嘞 好 哎呀 真的非常高兴 嗯 真的超上那天啊 嗯 我无意间嗯 听到一句话 什么话 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 您说说我听 叫这个 砥砺奋进 嗯 感恩同行 这谁说的这话 我看人家写的 应该不是咱这行业里人说的 为什么 咱这行业里不感恩同行 能感谢他就不错了 你知道吗 不是 那什么意思 砥砺奋进 感恩同行 知道吗 哦 没有感恩同行的 哦 其实咱这行业还可以 怎么呢 我觉得说实话 嗯 相声行业 嗯 应该说是整个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我这话怎么讲啊 你不觉得吗 您说一说 这娱乐圈不好的事 嗯 咱们这行业没有 是啊 当然 嗯 你看咱今天跟这录像 嗯 录一场 嗯 300 啊对呀 没必要弄一个200块钱的合同 主要我们合不上纸钱 哎 对 花钱 嗯 买热搜 嗯 那有咱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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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那玩谁买得起啊 对 那行业之间不团结 嗯 那有咱们吗 那不都咱们吗 哈哈哈哈 都咱们吗 实话说 实话 不要说这种实话 别的行业不那么干 别的行业 不是 那咱们这个天津最好的小吃是什么 什么呀 煎饼 啊对呀 对对不对 啊 他的同行知道还有什么吗 煎饼的同行 煎饼同行 我知道 煎饼同行是嘎巴菜有没有 嘎巴菜像话吗 干嘛 那算净行 那那那那同行 同行那里面 葱花 啊 葱花 摊煎饼的和卖葱花的是同行 当然了 这煎饼离得开葱花吗 所以这煎饼和这卖大葱的也是同行 哦 那要照您这么说啊 这摊煎饼的和这个卖芝麻的 嗯 卖香油的 嗯 卖孜然的 嗯 卖鸡蛋的 你要放多少东西 不是 他们不都是一个产业吗 哎 对就这意思 但不光如此 怎么着 不是一个产业链上也有可能是同行 是啊 比如说 您介绍介绍 嗯 网红 和这个酒吧 网红和酒吧是同行 哎 当然了 啊 咱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你 啊 就说我了 单身 嗯 对不对 嗯 婷婷那你追得上吗 没希望 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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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个例当年怎么做到的 这是 他都那样 他都行 我也差不多 他长什么样 你长什么样 你也没概念 兄弟兄弟 我这是客观地告诉你 啊 好不是那天 约着一个网红那样的女孩 你高兴不高兴 那我高兴啊 高兴 人家不光啊 答应你赴约 那还干嘛 还同意和你吃晚饭 是吗 哎 不光吃晚饭 嗯 吃晚饭还准备啊 嗯 主动想和你啊 嗯 喝点 哎呀 那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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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他是想让我喝多 让我接账 哎呦 那倒不一定 你说喝点 你就不能说吃沙锅喝点了吧 多新鲜啊 上酒吧喝去 哪 上酒吧 瞧见没有 嗯 自个儿都找去了 怎么着 哎 到酒吧以后 点点高级的 嗯 那不啤酒就有点那什么了 那我点点什么的呢我 洋酒 我跟喝洋酒 显示自己的身份 那是啊 哎 来一瓶 嗯 85年的拉肺 哦 你瞧瞧 我们喝着玩意比我岁数都大啊 哎呀 你要的就这劲啊 85年比我大11岁 哎呀 对 30多了那酒 比你小那酒 哎 比你小一些 你有病吗你 夸你的你 这干嘛你 你也得点 那多新鲜啊 你点一个呀 嗯 83年的可乐 83年的可乐 哎 那玩能喝吗那个 能喝不能喝 他有年份 是有年份 他没有气啊 关键事啊 没气 你就瞧着就完了 你要什么气啊你 哎呦 哎 这一来二去 甭管真喝假喝吧 哎 一结账 嗯 一万多块 哎呦 哎呦 那真不少花呢 那当然了 那照您怎么说呢 那这网红和那饭馆也是同行呗 为什么 就是到那吃饭去吗 那不成不成 养酒一万多说得过去 嗯 你点鱼圈肉丝 他好意思要你三百吗 我怕你这饭都是按我今天演出费来的 我发现 哎哎 对 咱就说是不是这个算不算同行 对对对 您说这倒是 还有你看 这互联网跟败卖小哥也是同行 他怎么同行啊 没他他能接到这么多订单吗 哎 跟他第一打他全是同行 哦哦 最可气的你这叫什么吗 什么呀 脱口秀 嗯 那玩意儿跟咱是同行 那那你这个我同意 咱们咱们属于是互相吵 不是那个互相借借 咱们就是都都学习学习 哎 那不成 怎么着 我烦就烦他们这 嗯 你想啊 他脱口秀他一人 咱像咱俩人 是是 嗯 再以后我也说脱口秀 知道那好在哪吗 好在哪 我一人拿六百 就想这么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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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彩 很精彩 谢谢大家 很短 来来来来 回习了 学习了 刚说了 这说一下跟脱口秀是同行是吗 白克丽你这么认为吗 哎呦 我不敢这么说啊 因为我也不是脱口秀的 嗯 脱口秀应该还好 因为脱口秀都是单兵作战 就打不起来 哦 对 我们是因为俩人打就是群将 对 对 杨杨你今儿怎么自己来的 我就看着衣服漂亮 我说我演一脱口秀 这个你看啊 这比我们这大褂得贵 嗯 你知道吧 怎么呢 所以给搭档那钱都买了衣服了 所以说成本是一样的 为什么脱口秀就要穿西装呢 大褂也不行吗 我也不是 我听他们说的 我也是 我说哦 你也是业余啊 你也是啊 对对对 我现在多专业了 脱口秀都是业余 啊 你冷靠你 没有那么一个学校 学脱口秀 你找不到同行的行业 你所谓学员 我不生气 这个梁元 你这个相声说的挺好的 今儿这脱口秀 我们还真是没听过 你今儿这题目是什么呀 反正跟他们这差不多 那就不要演了 来听听梁元 这个反串的脱口秀 好不好 好 咱教教梁元 对对对 怪我可看你 你也是没朋友啊 没朋友 咱们卷钱不容易 上台呢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梁元 梁呢是 男梁一梦的梦 元是 元形毕露的路 我叫梦露 不是 我叫梁元 今天呢 要以这个同行同行啊 为主题 给大家表演 这么一段脱口秀 我觉得啊 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可以有 很多种解释 但是呢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同行吧 每一个行业竞争 都非常激烈 演员 您说谁不想 出人头地啊 所以说应该 我们就得更加地努力 但是每个行业 可能努力的这个方式 还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你说唱歌了来说 想出名怎么办 一定得与众不同 找到自己的特点 我小时候那时 看很多的歌星 那就相当有特点 比如说有一个叫阿杜 就是现在可能 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了 像孙超可能不太知道 阿杜啊 我小时候那时 就零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火 她的嗓音就有特点 一唱大概是这样的 这点混响都算糟蹋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比如说张宇老师 那也是老歌手 老前辈 一唱到这样 雨子下 气温不算融洽 在动个屋檐下 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你看这特点 这活儿漂亮 不太一样 还有一首歌 我是觉得 是我打小听到大 我觉得最有特点 最与众不同的一首歌 千里之外 我兄弟的铁尘的指纹 你无声一杯 我兄弟的铁尘的指纹 沉默年代 或许不该太遥远 大相爱 我兄弟的铁尘的指纹 你是否可以这 情生何来 生死难猜 用一生 嘿嘿嘿 你看 是不是都不一样 你像我现在天天 我没别的 我就学习新东西 我就接受新事物 但是可能也是跟 因为打小学相有关系 老是学不会 您比如说手机APP 那软件太多了 您比如说 您没事天凉 您叫个车 没事您叫外卖 您都行 我这还真不行 就那天我来这录像 那天我也是天太凉 我实在不想出去了 我说我也学他们 我说我叫外卖 线下的那个叫什么 饿坏了吗 我下来那个 饿坏了吗 早点吃 反正就那个APP 不会注册 点错了 现在我是个棋手 谢谢大家 我是梁元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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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不容易 不容易 白克力 我们知道著名的主持人 也说过脱口秀 这比梁元还是要专业的 对 我不敢 不敢 有什么专业的建议给他吗 毫无任何建议 就是别干了 别干了 你这太直接了这个 不是 因为我昨晚听相声 听相声得喊 对吧 脱口秀一般都是钱 就这种 对吧 没有互动 所以刚才我一会儿想移 一会儿想钱 就是这个转换的还挺奇妙的 我比较爱情红的 我是第一次听一个脱口秀 这么正式地介绍自己 就特别难得 你知道吗 这一点确实有点业余 一个是边上没人 再一个呢 就是一般相声 它旁边有一个翻包复的 但是它这个东西你没法翻 自己翻的又有点太像单口相声 老刘和徒弟结果给人主婚 我都没想到老刘上去没词了 然后说一半给我叫 你说我搭档也来了 不我俩一起吗 真的假的 真实事 真实事 老刘是主婚人那天 完了说那什么 完了没词了 那什么 那我搭档其实 我搭档孙超也来了 完了大伙鼓掌了 他一上来来 他一上来我说话都痛回来 我说今天来主婚非常高兴 他说哎 哎呀就 你还这么一句 就非得有一个哎 你说我这 没得越来越来越难受 这跨界不容易 但是讲得还是很不错 哎 哪点地儿 你觉得比较打动你 那个老包 不是老包 哎 心里话说出来了 不是 咱们80后一说唱的歌啊 确实都是什么张宇啊 王杰啊那一代的 你说现在的歌手 叫模仿也挺难的 确实 所以咱们以前那些梗 到现在就有点难 因为年轻的观众 可能get不到了 你有没有现在 在这个演出当中 有一些模仿 现在的观众比较熟 我的妈 我跟你说那都是笑话 特别期待 我今年录一项 他们说弄一最火的歌 情人 我说情人 我说刀狼又火了吗 他说不是刀狼情人 蔡徐坤的 我是蔡徐坤的 蔡徐坤 你是我的情人 那我们还是刀狼吗 还是刀狼 我们现在一开口模仿 也是这个王杰什么 不要谈什么分你 我不会因为在爱国哭泣 那还有谁王杰 王杰你不认识 为什么要分离 因为我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啊 不认识我了 我记成王杰实了 谢李斯 都在相见 您得更老这个 太老了 你来个年轻的 我来年轻的 年轻的 那行中没金 这更不年轻 这太理性了 你擅长的 你熟的 你给我们来两句 给你模仿一同行 金盆里开了一个锡桌层 金盆锡桌 开第一天 拿了很多围兵 你拿起来 打酒 二不 三不 四不 五不 六不 金盆锡脚 大兵老师的段子 我听过那个 这一句大兵 骑制大兵那个大兵 骑制大兵的 对对对 你来 没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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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过这段 没听过 我能不能没听过 你不 你七九年怎么能没听过 金盆锡脚 这段 这俩老人吵起来 这段在天津想不了 这段在北方还真的播的机会很少 因为他用的是湖南方言 金盆锡开了一个锡桌层 你就说普通话吧 金盆锡开了一个锡脚层 金盆锡脚 开业第一天 来了很多贵宾 外婆呀 姥姥呀 大舅 二舅 三拨 四拨 到后面还有一个 最后还来了一个 挖兵 最后还来了一个外兵 一开口就是挖鱼 一开口就是挖鱼 打发点喽 就他的梗在这儿 打发点喽 就他是一乞丐 好 有这么一段子 我现在也知道 为什么百科丽昨天晚上听一下 一晚上不乐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将来吧 咱们到湖南去听听这个 湖南版的相对 对 让观众听一听 让这种观众听一听 对 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对 现在来到我们这曲之乡天津了 归断我们正经的北方向上 哎呦 那不行吗 行啊 来一段什么也打算 我们这个新的 咱们来一个群口了好不好 群口的结果 群口 好不好 先生 您请 来吧 走 来来来来 他俩挺色的心情还有吗 都累了 您受累了 得累 得累 哎呦 孙超我跟你说 今天太高兴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给你介绍这位新朋友 啊 你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你瞧人家 我看半天了 小伙子 多帅 你瞧人家 这那个气质 有点语众不同 是是 你瞧人家 你看那个镜头 你瞧人家 我瞧人家 你就不认识 我瞧人家 我能不认识吗 真的 巧克力 你就是不认识 你是刚才没来 你来晚了 可能是有点 谁来晚了 谁来晚了 人叫巧克力啊 人叫 叫什么呀 叫什么 叫什么自己想去 叫 你这张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 喂 对 白巧克力 对了 白巧克力 你叫他黑巧克力 多好呢 就叫这个 人叫这名 说着漫天路 结果他不认识您 你来 对不对 他叫百达斐力 什么百达斐力 我跟你说 我真的是烦你们这相声演员 你说你这一下完事 我都稍微有点烦你 真的 你看 你们连个人名都背不下来 这话太严重了 这话说你太严重了 横听他了 他不就是主持人吗 对呀 主持人不就背个人名吗 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 谁叫主持人不就背个人名呢 我们不用背广告吗 你们主持人有什么呀 割一狗这活都能干 这个话杀杀力太大了 这话 哎呀 你们说相声的割一狗也能干 这怎么说 你再说一遍 来 我还就说了 你们说相声的割一狗也能干 我们哥俩 我们得 你是不是傻疯了你 是不是傻疯了你 咱不是两个人吗 咱们不是 我冰 那可不就是吗 你们相声演员只能两个人演 不像我们主持人 一个人独挑一片天 你看 你不知道群慧也俩主持人吧 你忘了 都没来嘛 那因为邱英俊备不下来广告 所以不行了 你看邱英俊以前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说相声的 我们也不把他算在里面 相声演员转行当主持人 他干不好 那你主持人能干好相声吗 你能说相声吗 我能说相声 你们相声演员有什么呀 相声有什么呀 不就那灌口吗 报个菜名 我给大家报个菜名 我请您吃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眼 烧花牙 烧猪蜜 烧泽 鹿猪蜂 酱鸡腊肉 松花小肚 零二 善良实力 缩帮 虚女拜托 精神八博主 叫米娘鸭子 有什么呀 哎 哎 他会你能办呢 哎 哎 有什么呀 是是有什么 他整得挺好 他那活我也能干 他那活你怎么能干 不就主持人吗 啊 说来就来啊 是啊 亲爱的朋友们 请响起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最潇洒的新郎 去迎接那漂亮的新娘吧 呸 这太不 我都替你扫得慌 你知道吗 你这太由衷了你 您这是主持人 您那不叫司仪吗 那不是啊 就那活 这是什么主持人的呢 人家那不好来着了 你知道吗 他老看不起你 课班出身 就是课班正经学人 甭听他那个 咱那学校上 少花钱吗 那可不呢 你这话我同意啊 对不对 我那时候我一年学位 我花四百多 比惨了是不是 比故事了是不是 玩煽情对不对 我从新疆出来上学 我妈妈也是卖了 家里的十只羊啊 你听听人家故事 人为了求学 人家妈妈把十只羊都给卖了 您家一共才几只 六千来只吧 对了 我草率了 这有什么呀 我梦里要数羊数的还多呢 你能跟我长点脸吗你 咱们长点脸 咱那属于艺考 那艺考是艺会就能考上了吗 对了 对了 咱那可不容易 对啊 咱那更不好考过 咱们艺考可不容易啊 我也参加过艺考 是吗 我艺考跟你们不一样 你怎么着啊 我艺考 艺考就考上了 人家说了 人家艺考 艺考就考上了 他那个 两千年以后 扩招了 是吧 你看我心里刚才揭霍一下 我以为是 肯定 扩招了 你你扩招了 我上大学第一个月就拿奖学金 人第一个月拿奖学金了 有第一个月就拿奖学金的吗 大学生都知道 那叫负识补助 你那是负识补助 你那个 我一毕业就进电视台了 人一毕业进电视台了 到现在了谁认识他呀 是 除了你媳妇 谁认识你 我媳妇漂亮 这人媳妇漂亮 这哥们前女友 那是你哥们前女友啊 我有儿子 他有儿子 我有搭档 对了 他有搭档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怎么了 我还帮你传呢 你俩干嘛呢这是啊 来就是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 兄弟你这么说有点不地道 咱俩掰扯 你扯你搭档干什么呀 还得是人家还得是 对不对 再说了 你有这样一傻儿子 你高兴什么呀 是你满意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人怎么 你现在我跟他说一会儿 你现在你稍微调 对 白克力 你要说这句 我深有体会 是不是 你要早说这句 前面都没有那个争执 哎呦喂 真的 而且我还发现一特点 你刚才说那段下上 还真行 是吧 我跟你说 你刚来那段也不错 真的 那这以后 我再有这个相声的事 我就叫上去 那我有主持的活 我收上你 那咱们就算是同行 那咱就一起 同行 那就走啊 行啊 好不好 我跟你说 我在天津还刚好有那活 那太好 我有意思 绝对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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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走进他们婚姻的殿堂吧 拉倒吧 好 谢谢 谢谢三位 哎呀 我看手出汗了嘛 哎呦 哎呦 我们是没有发现 您这也太不熟悉了 说到后面我也发现 哎呀 我不是落一段词吗 这 你都没看出来啊 我 绝对没看出来啊 没有 我们更人物化一点 爱人物化 情绪饱满 怎么着我就很死板吗 不是不是 我是配合你 就夸你你别不夸我呀 今天我觉得是这样 你看我们这个聊的是同行 但其实啊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专业啊 有专业的主持人 有专业的相声演员 但是今天在这里跨界 大家都体会了 不同行业 不同的这种艰辛啊 你看 梁华尔今天说透红就感觉怎么样 太难了 太难了 百科丽今天说相声 觉得怎么样 我从此退出相声界了 真的 和真话说 您就没进来 这么客气吗 那这个刘招 是在这个相声 和主持当中 你选一个 你选哪个 哎呦 这个主持太难了 其实这个 咱们可以让孙超还原一下 孙超教我的 我没学会 孙超你把那段 主持思议来一遍 你有那个气质 他那怎么说的呢 到场了 各位亲朋好友们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帅气的新郎 去迎接他美丽的新娘 男士车 对不对 男女的还可以 这个总归啊 这个各行有各行的难度 即使是婚礼司宜 其实他在那个氛围当中 他要表现好 也是很有难度的 对 更容易 他要融入那个氛围当中 这个接下来就要展示一下 我们真正主持人的功力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相声 拖舞宇当中啊 展现了很多 我们同行之间竞争的关系 其实同行除了竞争 更多是合作 就像我们今天 大家合作一起 呈现出了一期节目 也希望我们今后 我们这些同行在一块 创作出更多 大家喜欢的相声作品 优秀的脱口秀节目 好吧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情供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